大家好,我是劉奶爸 因為今天公司的網站突然掛點 那這個公司網站以前我都是放在自己的主機 自己架設機房的主機裡面 那後來我發現因為台電有時候會停電 或者是中華電信有時候管線會故障 或是線路會故障 所以我就在一個月前把它移到國外的Bluehost主機 那國外的Bluehost主機我在以前大概三年多以前有客戶在使用 那我那時候第一次聽到 後來我發現Bluehost主機在全世界有蠻多人在使用的 而且非常的穩定 那我的客戶在這三年來也都沒有掛站的記錄 那所以我就把公司的網站在上個月移到Bluehost主機 但是因為今天剛好掛點了五個小時 我覺得很害怕因為我都沒有備份 所以我決定今天把備份的過程錄製下來 那首先我們到Google的首頁去搜尋一下Filezilla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F-I-L-E-Z-I-L-L-A 這個軟體是FTP的傳檔軟體 那我們搜尋到這個軟體之後呢 我們就按一下就是這個網站 那我們選擇 Download FileZilla Client 另外一個這個FileZilla Server我們先不要理它 我們Download這個 那我們選擇因為我現在的主機是Windows主機 所以我選擇這個 然後它這邊有FileZilla Download will start in幾秒鐘 然後就開始下載了 好下載完畢我們把它安裝一下 執行 我現在用的是Windows7的系統 按一下4 同意 開始安裝 好安裝完畢 這個軟體不會很大 好OK 那安裝完畢呢 這個程式是在這邊 這是Win7的系統 所以看一下在程式集所有程式裡面有一個FileZilla Client FTP Client 就是這個FileZilla的軟體 然後點一下 把這個FileZilla軟體點開 然後我們設定一下站台管理員 就點這個按鈕 那我要新增一下我的站台 我的網站是 www.sunget.com.tw 好 在這邊設定 我的主機 主機的位置 然後 FTP的帳號密碼 選擇一般 然後使用者 那這個帳號密碼呢 是我當初 申請 Bluehost的主機的時候 在裡面取的一個帳號密碼 然後按連線 我們再下班 全部衛隊 呢 我 看 有 消息 非常 無 無 加